对于中国普通家庭而言 几十年来让财富增值 保证未来财务稳定的最可靠方式 就是把大部分资金投入房地产 把剩下的钱投到股市里去 现在即使那些有钱人也坚守现金为王 在冠病疫情重创中国经济之际绝不冒险 中国房价自去年9月以来持续走低 股市和共同基金眼下也不是好去处 国际市场无门可入 加密货币被判非法 取而代之的是 越来越多的钱闲置在储蓄账户之中 尽管基准存款利率保持在记录低位 上海的一位银行高管Harry Kong表示 他去年从股市赚的钱都已赔掉 他说自己现在对于炒股的看法 是20年来最悲观的一次 今年我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呆住 把钱存入大银行 不管存款利率多低 至少是安全的 由于冠病疫情袭扰中国各大城市 一时看不到尽头 中国人现在正面临最为困难和不确定的环境 难以规划未来 一些分析师预测中国经济 今年将成长4%以上 而蓬勃经济学家预测 仅能成长2% 远低于政府设定的5.5%左右的目标 中国股市处于熊市之中 基准股指沪深300指数 今年迄今已下跌18% 严格的清零抗议政策和对民营企业 整顿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Galco Research驻北京的经济学家维和表示 不管你是高净职人士还是普通议员 把钱投出去让财富成长的黄金时代都已经过去了 现年45岁的上海居民Kalde Yin说 没有其他投资可选 我别无选择 只能坐等 Kalde Yin的于财中有近90%投在房地产 其余的买了股票 尽管房地产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Kalde Yin说他暂时不会将更多资金投到股票上 他认为这两种选择都容易受到政府政策调整的影响 这种情绪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储蓄存款 在4月底达到了人民币109兆2000亿元 约72兆令吉或16.3兆美元 储蓄存款在今年前四个月成长了7% 而去年同期增幅为5.5% 别忘了中国的储蓄率本就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随着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的储蓄总额也在持续增加 而且在众多国家的眼里 中国作为一个储蓄大国 每年的储蓄总额都是最高的 由此也可以反映得出 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 在众多的存款群体当中 老一辈的存款人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些人经历过困苦的年代 所以他们有更多防范风险的意识 实际上 储蓄值高 对于社会发展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大家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更好地解决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 把钱都存入到了银行里 从而也就会造成人们的消费能力大大的减弱 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众所周知 现在中国的储蓄总量 所包含的方面是非常多的 除了老百姓的存款外 还有一些金融存款 以及住户部门存款等等 总之所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 根据2022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存款情况来看 中国增加了10.86万亿左右 其中有七成是居民存款 据了解在今年三月份 人们的储蓄存款能力非常的强 平均每个月的储蓄存款增加了2.6万亿左右 这些都得益于中国众多老百姓的努力 毕竟中国拥有14亿的人口 即便是除去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老弱富幼 平均下来大多数人都是有存款的 那你的存款是否达标了呢 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虽然大家都能够存下一点钱来 但是存钱的能力要比以前弱了不少 在如今这个社会人们能够存下钱来 身上不有负债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奈何很多人受到超前消费观念的影响 实际上身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负债情况 再加上现在的物价水平非常高 人们身上还背着房贷、车贷等等 每个月的工资有大半部分都需要花到这些方面 哪里还能够拿得出更多的钱来存起来呢 中国2021年底家庭存款总额超过百万亿 在今年第一季度又增加了7.82万亿左右 也就相当于中国现在平均每个人身上 都有7.88万元的存款 如果是一个三口之价 总存款应该有236400元左右 你的家庭有这么多的存款吗 很多人在看到这一数据时 都纷纷地感慨自己没有这么多的存款 毕竟现在还有很多人的工资水平 一个月才只有两三千块钱 如果要是在租房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拿不出钱来 存起来了 据了解 中国不仅是储蓄大国 很多老百姓身上还背负着严重的债务 根据中国的有关数据推算 现在平均每个人的身上所背负的债务达到13万元左右 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房贷和车贷 对于很多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而言 医疗以及教育方面的支出非常的大 所以要想拿出更多的钱存起来 相对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一个三口之家的存款要达到236400元才算合格 就按照一个家庭平均每个月的收入 能够有1万块钱左右 一年就能够有12万元的收入 如果每年的开销在5万元左右 一年能够存下来7万块钱 那么三年多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存下23万元 但实际上有很多人是存不下来的 因为房贷、车贷这些都是需要钱 一些人可能七八年的时间都不一定有23万元的存款 当然还有一种另类 就是一些人认为银行存款的利息比较少 所以把钱放入到各种投资理财产品当中 所以有一部分人虽然存款并不多 但实际上的资产相对也是比较多的 总而言之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如果没有足够的存款 在遇到风险的时候 就非常难解决 你的个人存款有多少呢 你的家庭存款达到了236400元了吗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按赞、分享 以及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